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二豪 那麼這部影片呢就是來玩純白形態的魔奇牙喔 那我們這邊呢給大家展示的呢就是這一次的支援技能 HP提升50% 那你會發現我的安娜塔西亞呢 血量一個是13萬5000 一個是13萬 一個是13萬快8000的血量 那這個血量的部分呢 這是一個HP個別血量的關卡 那這代表什麼呢 那這代表其實這算是一個蠻好做球的支援技能 因為如果他在個別血量關卡的話 像我們的天魔3 那未來如果你缺角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考慮投入一隻魔奇牙進去 去把大家的血量拉高 像我們之前就會帶近玻璃鏡嘛 近玻璃鏡可以去扛血量 他可能甚至有些人配減傷 然後加密之類的 就能扛住這個天魔3的即死攻擊喔 所以其實這個支援技能還蠻強的 然後另外一個射擊技能是 停止後根據聖餘HP範圍回復嘛 那這部分其實也蠻厲害的 他是在魔奇牙停止後 那假如說魔奇牙可能被傷害被燙死的話呢 你血量歸零 他如果你附近是有隊友 他是可以把血量奶回來的 所以也蠻厲害的啦 基本上離絕那個有個最新的小怪那個 有個類似小旋風感覺也蠻 就是感覺有點在做這個 停止後根據聖餘HP範圍回復的這個部分 那這次只是第一隻的這個 增獸神限定嘛 那他的 射擊技能跟支援技能 就給的明顯真的是有點強喔 真的是明顯有點強 尤其是右邊 右邊的這個心願魔法少女 他是一個最初碰觸敵人造成 通緝HP5%的割合攻擊 這只是個射擊技能 他把一個SS的效果變成被動其實還是蠻扯的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恐怖啊 有點恐怖 而且這只是第一位的增獸神的限定喔 技能就這麼猛 那因為魔奇牙的出現嘛 之後還有一個星村 那之後限定應該沒意外都會是增獸神話 那就很怕米西之後會做出一些怪物的技能喔 其實魔奇牙技能真的是很怪物 那就看米西之後怎麼做吧 就一個新時代的感覺 好我們去看下一個關卡喔 好我們打到的關卡是真獅婆 那這部分其實這不是他的主場 這部分只是剛好抓一個關卡給他上去扁一下 他的主場呢 會是11月3號開的這個一代離絕喔 因為目前離絕的陷阱出來了嘛 是掃雷減速壁還有貫通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呢 這個純白的魔奇牙基本上就是確定接球了 基本上應該做他 只是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做給他 讓他比較好打這樣 因為其實增獸神話的設計 還是會傾向你去帶其他角色 那你就可以帶上中共團阿 或是補條物阿 或是梅塔特龍 這類的角色去幫助你的攻略 因為魔奇牙的血量其實還是比較低的 他120等就只有23530的血量 跟著他自己是吃不到他的資源技能的 所以血量部分可能還是得去靠其他人撐 好這個範圍回復其實還是蠻強的 你會發現我們剛撞完傷害壁的時候 就算血量歸零 他還是可以把血量奶回來喔 好這邊就成功收掉 那機體是超少雷者EL跟超凡減速壁 就是雙超嘛 然後光耐力量氣場 那加力量氣場跟超少雷者EL的話 就是一個4.5倍的直歐追擊 4下 那再配合他的SS 他的SS呢就是右邊的這個倍率喔 那極限倍率2階撞到3體的話 就是大約17倍 那你撞得好的話就是4下的17倍喔 那應該對王會造成一個很可觀的傷害 好這邊 把這個小怪打掉暗轉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戳他囉 好我們這邊拿回血量力量氣場 然後我們配合這個稍微減一下傷 我這邊決定直接開SS喔 先開個EGA去戳他 好這邊減上一下 好能戳到嗎 OK 再給打一個大管的 好然後這邊再進行 這邊沒有碰到隊友 那這邊做個補充喔 這是他的回血的範圍 其實還蠻廣的 所以到時候如果那個 颶風小怪的話 其實這個摩奇亞呢 就可以幫大家去拿血量 好我們看這個片段 那這個片段血量一開始呢 是72267嘛 那我們這邊有 13109946滴血 那我們損失了大概40.81%的血量 所以我們這個片段就會變成呢 隊友HP呢 一減掉我們這個 剩餘的55.2%血量 那這樣乘20再加10% 就會變成18.96% 那摩奇亞呢 這個29B這場呢 是23353滴的血 那乘上18.96%就會回復 大約4430多滴的血喔 他是看個別隊友的 所以假如說這個角色血量本身比較高 就會回比較多血 這個血量角色本身比較低 就會回比較少血 那這部分呢 就補充給各位喔 好那我們這邊回到增進藤勇 那我們這邊就繼續看他的表演吧 那這邊就配合超少雷澤夜樓 加自殘的機制 直接把星巴收掉喔 他這邊還有給到獸與護照 哇不敢想要那個離絕會 怕很怕那個離絕是講究一個生存率的關卡 因為其實這個純白魔女做的是蠻生存面的 然後他的友情部分呢 拿到的是貫通目標鎖定衝擊波8 過了兩年嘛 那又再次把這個友情去做一個發術的調整 誒是過一年嗎 過一年 對阿碧斯是去年出的 過了一年左右 好那我們這邊一樣抽三個筆抽 OK 狗打力 好我們這樣就可以快速進到王關喔 打起來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他魔法少女心願那個型態也蠻強的 好我們這邊就是去撞 你看像這邊心願狀 觸發到就是吃了活力殺手的導引彈加這個 追蹤球體喔 好那我們這邊把 這個盾牌打出來 然後就直接這邊決定開了這個SS喔 直接靠暴力硬戳 好我們看這邊能撞到幾個隊友 全撞的話就是1.98倍 OK這邊成功帶走 好再來來到下一關 好這邊一樣就是撞友情去把小怪們都收掉 好OK 好OK 然後我們這邊再開個二階喔 二階撞到三個隊友的話就是3.75倍喔 配上超少雷澤一流力量氣場 一個17倍4下的隻喔 狀況最好的話 好這邊開SS應該就撞到兩位 這邊應該就可以直接把他帶走了 那我們就期待他這禮拜五打這個一代離絕的表現怎麼樣吧 我們就到時候去看吧 好我們去看下一個型態喔 接下來呢來玩的型態是星月魔法少女型態喔 那這部分呢 我們打的關卡呢是17A 那射擊技能呢 就是對最初碰觸的敵人造成等同期HP5%的傷害 你可以把他想成是一個最大割合 你只要每回合第一動 打的第一個敵人 你就可以打出一個割合5%的傷害 這是一個蠻誇張的事情啦 就變成你可能帶兩隻甚至帶艦隊 你每一輪就是10%15%20%這樣去做一個消耗喔 這個技能真的做壞了 那我們現在打的關卡呢 是這個小怪有共同HP血量 那這個共同HP的這個小怪呢 血量射的特別高 就會變成像這樣 我只要戳一下 我可以不用看任何機制 戳這個球 那我就可以把王那一條鞋直接打爆喔 這個設計技能真的是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第一隻贈送的限定 就給到這個割合5% 真的是蠻誇張的事情的 然後未來有些 更強的設計技能 基本上就不敢想像 那這個資源技能呢 道具劍的效果提升50% 其實也算好做求 因為有些劍的關卡呢 他的攻擊倍率可能會給到10倍嘛 那你給到10倍的話就變成 我這套劍會有15倍的加成 所以也是一個蠻好做求的部分 那這部分就看米西之後會怎麼做吧 那基本上會有一些神奇玩法吧 如果之後關卡允許的話 你就會可能看到摩西亞這邊搓搓搓搓搓 好那我們這邊把巴哈姆特準備收掉喔 你看像我剛剛其實都很簡單 只有戳球而已啊 就輕輕搓球 這個王的血量就直接噴一條不見了 好那我們這邊2P做一個結尾喔 去搓一下球 往這邊搓一下 直接爆掉 好 這個是他射擊技能展示的部分 好再來呢就來到我們火力展示的部分 那心願形態的友情拿的也不錯 是追蹤球體跟超絕貫通導引彈12 那是超暴擊型態 因為是增獸神話的嘛 那這邊呢 活力殺手L是綁在聚能後 所以就代表你搭配右爆角色 你的友情是可以吃到活力殺手L的 所以在血量50%以上呢 會有一個2.5倍的友情增傷 那血量50%以下就會變到吃不到喔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慢慢搓吧 我們這邊呢 你看這邊最初碰觸5%5%這樣割 我們不用見小怪也這樣5%5%這樣割 所以未來只要關卡允許他可以在這邊直接嚕嚕嚕嚕這樣 好我們這邊4P繼續再搓第一下 好5% 然後這邊再利用友情 去磨一下 那這次呢 他是一個4反 超反重超反傷 少了一隻反版快馬娜 異常狀態抵抗 然後活力殺手L 他還有另外工作是天魔舞 那天魔舞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可以配合這個弱點強化去讓 沒魔力 或是其他角色像九重格之類的 配合盧娜的buff 就可以更方便去做到這個王一一拳 或是王二一拳的部分 不過 魔法少女 這個魔奇阿 在天魔舞的話 基本上就算是 主要 因為他沒有魔法陣 所以用起來還是會稍微卡一點 所以金王冠也是要再特別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再5% 戳 一直戳 曹操不知不覺就被5%摸摸耗死 再配合友情 那我們等一下 盧娜 把這buff打開後 就是一個虐殺狀態喔 好 那魔奇阿爾勤這邊是蠻不錯的喔 那對於新手來說呢 如果你 手癢抽超獸的話 歪到魔奇啊 對你前面挖礦是ok的 但是 因為現在的友情啊 都是主向友情一拳化 所以像這種轉轉轉的 然後可能一般一般打的 就是 投入率還是會比較低一點 如果你砲帶角 可能盧娜西法巴雲比較多的人的話 所以主要的看點還是會在這個5%割合 跟 左邊的這個打離絕的部分 好那我們這邊呢 開瘋瘋 應該也是可以直接配合活力殺手L 然後配這個中秋體這一把融化吧 看一下 喔~~ 呵呵呵 對 剛那個飄過去就融化了 那中秋體以速刷來說 就是會飄飄飄 所以是個比較 慢一點的友情 有一部分要靠這個導演單12去補 不過我們這邊有好多鬼魂 我們看一下 這邊撞盧娜 呵呵呵呵 直接飄過去的 好這邊最後一個 應該也是可以直接 帶走吧 這邊還開SS喔 看一下 下蹲的部分 能不能直接 喔~~ 對 其實友情是火力還是很夠的 比較可惜的是跟目前的速刷環境還是不太適合 但是對於無腦雙用來說是火力還是蠻高的喔 好再來呢 來到我們的二代光轟 那這邊有掃雷又有板塊嘛 又有強友情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 好這邊靠著刀引彈去剛剛把這個 追蹤球體miss掉的東西補掉了 好我們這邊配了一個安娜喔 安娜就是帶一個白爆炸 那帶白爆炸會方便我們去 比較好誘爆其他的摩西阿 然後這邊球體 對這個中間球體在 比較靠近敵陣才會 擺在對的地方上 火力高 但是真的是會比較看一下角色在動的時候 的位置 好我們這邊再去撞安娜吧 撞安娜 應該是可以把獅子收掉 試看看齁 OK這邊飄的時候就把獅子收掉了 打起來也是蠻快的 好這邊再去做飄喔 這邊配合聚能後的活力殺手L 這邊有降防嗎 降防喔 沒有 那我們這邊再花一回去收掉 不過炮擊型的追蹤球體也是在 10月末給嘛 像去年12月那時候 是給到力量型的追蹤球體 應該說追蹤球體這友情 從阿賴耶出來之後就是一個 很晚才給到其他人的友情 那過了快兩年又 兩年半嘛 兩年半左右 終於給到了這個炮擊型的 其實算蠻久的喔 撐蠻久的這個友情 很久才給到炮擊型 好這邊的話我們去撞 好看像這樣劃過去 欸能不能把光轟劃死 喔喔喔喔喔喔喔 差一點可惜差一點 再滑到一次弱點就可以殺掉了 可惡 好這邊就可以成功帶走 那我們等一下開安娜 就可以去進行滑滑滑滑滑過去了 欸就撞他然後看中球體飄來飄去飄來飄去 然後光轟就融化掉了 好我們這邊開安娜 試看看齁 有降門 喔喔喔喔 降門 啊差一點差一點啊都差一點可惡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靠這個最初碰觸的這個五趴各 把他帶走 好不用我們這邊友情太痛了 好我們等一下開這個瘋瘋 不過我們一批三批位置蠻好的 所以我等一下四批應該會去讓他灌一下廁所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這個威力 好四批這邊去灌一下廁所 這邊先把瘋瘋開著 然後再開這個弱點大被弱點大強化 好我們來看一下威力的部分喔 這邊就是一顆的 炮擊行作用球體 然後加兩個buff 喔降方 OK成功收掉 好以上呢就是他的火力展示的部分 跟順便講解一下他的友情 轉蛋建議喔 那我們兩個型態呢都玩完了 那我們就先講一下感想 那星天段是都蠻不錯的角色喔 只是卡在一個非常尷尬的時間點 然後又在他的彈詞又是一個很尷尬在操售神技裡面 然後兩個月後就星蹲操售嘛 就有點尷尬 好那左邊的純白型態呢就是確定會對到這個一代離絕的陷阱 至於在內關的宰字力怎麼樣就要等關卡實裝才知道 因為目前陷阱是出來了 他有超少雷澤夜樓 還有超凡減速壁 還有超速定 所以他的速度應該是會蠻高的 然後加上他拿到一堆生存力的部分 不管是護照賦予阿 射擊技能給的範圍回血阿 還是職員技能給的這個加50%血量都很強調 只怕到時候離解血量做的很高壓 所以如果要挑戰離絕的話 個人覺得還是可以去用好好的一隻或是自己補一隻會比較好 但是會怕人你大可等到這個11月3號離絕時裝那天 再決定要不要抽 會是最安全的一個選擇 這部分就補充給各位 那右邊的心願形態呢 現階段呢是泛用砲台跟天魔武 但說實話呢 這形態以現環境來說我覺得是可以等到行春再抽的 那天武目前最強呢還是會以眉魔力為主 那摩西亞的弱點SS大倍率大提升 確實是能讓眉魔力或她自己更好一拳掉天武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她進王關 如果你操作寶是會被變小技 所以這部分玩的時候要再留意喔 那如果你能保持人形態的話開SS是會很強的 那友情部分呢是追蹤球體跟超絕貫通導演彈12 兩個都是蠻不錯的友情 而且能吃到活力殺手L 那吃到活力殺的追蹤球體畫一下就是70萬 那配合就是86萬 但是這個活力殺手L呢 只要50%以下傷害就會掉很多 那雖然傷害高呢 但是追蹤球體以速刷關卡來說我個人覺得是不太適合的 主要是她飄的時候是不固定 而且可能會有打空氣的狀況 那以現在露西法直接高傷全板或是巴雲擊傷友情 摩西亞的速刷部分並沒有到特別突出 但是以無腦友情部分來說也算是強的喔 那心願這邊主要還是有這個 每一動出敵割合5% 這個是她最誇張的部分 因為未來狀況允許啊 都有機會看到摩西亞在那邊 出敵這樣出來出去 你帶兩隻一輪也是保底10% 你配上SS跟果實道具那些的 你要打起來會更少 以大力會更少 其實是真的蠻厲害 這個射擊技能真的是做壞了 真的是做壞了 好那最後我給的建議就是等新春再撈 除非你是要第一時間去挑戰離絕的玩家 那因為徵守神話的機制呢 所以其實也不用特別去抽到劍隊 應該是最多兩隻應該就極限 其實一到兩隻真的就差不多 因為你還是可以搭配其他像中共團 或是梅拉特龍 或是五條路去攻略這個光離絕 甚至最保險啊 就是等到這個11月3號離絕關卡開放後 你實際進去到關卡內 再決定要不要抽摩西亞都還來得及 也來得更好或更安全 那不打算第一時間挑戰離絕的玩家呢 你就是直接蹲到11月 就蹲至11月合作 跟之後的新春炒手 加上年末還有很多很多的寶珠轉蛋活動 那以寶珠的使用來說呢 其實蹲這次的這個炒手還是比較好的一個 辦法 就是可以比較神寶珠的一個方法啦 那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助各位呢 謝謝大家 掰掰